估计8090后对狮子这种生物还都有印象吧 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女生头上都有狮子 那玩意儿还特别容易传染 只要有一个人染了一只狮子 就绝对会传给周围的人 更可惜的是 它不但会让记住的头皮搔痒难卖 而且还非常难以灭绝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狮子很难被消灭吗 你又知道该如何杀死他们吗 看完长知识 其实之所以会生狮子 就是因为卫生条件不达标 那个时候大人天天忙 小孩子一个月也洗不了几字头 而且那个年代的小孩都是放养的 整天到处乱窜 因此给狮子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空间 而狮子主要是寄生在头发里面 一方面女孩子的头发又长又多 另一方面狮子的颜色和头发很像 所以很难靠肉眼去寻找狮子 为了消灭狮子 人们也是花招百出 什么壁子杀虫剂几乎都用过 但是想要根除却很难 也有人说既然是卫生不达标 那就请起头呗 请起头确实可以预防狮子 但是却没办法消灭狮子 因为狮子根本不怕水 它能在水里生活长达八个小时 但是你却不可能在水里泡上九个小时 另外狮子特别容易对杀虫剂产生抗体 如果一次不成 下一次就很难再消灭它们了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后来国外发明了一种 可以破坏狮子神经系统的液体 当然还有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 那就是剃光头发 好了本期的一圈